有護主說與裝修公司爭辭不下 裝修公司堆積工具在工地現場拒絕搬走 逼他找尾數才搬走工具,才能入火 那怎麼辦呢? 事發現場,工程已經中置了 但裝修公司不拒絕,就拿走工具 梯、電鑽等全部堆在廳中間 就跟護主說,如果你拿走工具,我便會告你盜竊 因為他們是財物,我不拿走 你不給砍尾數,我就不拿走 你拿走我就說你偷東西 那怎麼辦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行足程序 首先工程已經中置了 護主應該要將所有渠道 包括有電郵,有WhatsApp 另外還有地址掛號信 通知公司和公司的負責人 就是你要在72小時內拿走工具 否則你又不提出異議 又不去預約時間的話 我就棄置了 我還保留儲存和棄置物品的成本追究權利 你有了這個通知 對方不回應的話 你就有個紀錄,就可以去處理工具 否則你就這樣搞起工具 的確就會引來一些法律的責任 當然,你說是不是各個單位都是這樣操作呢? 我不是律師 上面的內容都是給你參考的 但有護主之前跟我們說 其實去到圓面這樣的情況下報警 警察都是教他做同樣的事 所以如果你想穩陣一點的話 遇到那個情況的時候 就不妨去報案 然後就等警察跟你說一次剛才所說的事 然後你可以抄下的編號 還有記錄 有什麼爭拗的時候 就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爭議 當然,以上就教大家怎樣行一個程序 去避免公司堆積工具 去逼護主找尾數 但是如果那個尾數是護主的確應該要找尾數的話 而護主撐起的尾數 同樣都可能會引致一些法律責任 所以千萬不要撐起了尾數的尾數 就要逼公司不收尾尾數 這樣一樣也是不可行的